大家好,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报道。 在肖战主演的《藏海传》中,他最近因为被质疑耍大牌而成为热门话题。 有人传言他对剧本提出了繁琐的要求,但我们将深入挖掘真相,看看这是否只是谣传。 此外,王一博的表现也引起了关注,他的最新作品《成功登顶收视榜》成为一大亮点。 在这期节目中,我们将探讨这三个舞台的独特风格,为您呈现不同的艺术魅力。 让我们一起来揭开这些新闻背后的故事,引发您的好奇心。 肖战《藏海传》被质疑耍大牌。 讨讨剧本要求繁琐,纯粹是谣传。 近日,就在肖战新剧《藏海传》官宣开拍之际,网上陆陆续续出现了非常多关于这部剧的消息, 其中不乏有人从中作梗开始造谣,有一点让人无法接受, 居然说肖战耍大牌,和制片人讨论剧本的时候要求繁琐,真心很无语。 值得一提的是,这纯粹是谣传,真实的情况是制片人透露肖战看剧本很透彻, 谈到某一场戏的时候,肖战能够提出自己的内容理解,这是耍大牌。 据悉,网上又有人开始针对肖战了,随着肖战和张静怡等主演的新剧《藏海传》开机, 有人造谣称肖战在剧组耍大牌,和制片人讨论剧本的时候, 要求繁琐,这可是无稽之谈,也完完全全是谣传。 在这里还原一下制片人的原话,制片人所说的是肖战, 有自己读到的理解,看剧本很认真,细致,这完全和耍大牌不搭边。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,大家纷纷表示见怪不怪了, 总有人会恶意刻度,针对肖战一波又一波,屡见不鲜了。 对于肖战来说,肖战就是问心无愧的实力派演员和正能量偶像, 任凭有些人造谣、诋毁,肖战的本质没有发生改变, 公道自在人心,肖战已经得到了大家的信赖。 总之祝福肖战,不管怎么说,希望肖战在剧组拍戏可以一切顺利,早日顺利杀青。 目前肖战主演的新电影《射雕英雄传》已经圆满收官,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上映,一定会去电影院支持,预助票房大卖。 肖战顺顺利利,新的一年新年快乐。 王一博赢麻了。 旁观者登顶收视榜,三个舞台三种风格。 演唱会落下帷幕,我们跟2023年挥手告别,迎接崭新的2024年。 2023年的意外之喜,无疑是王一博带来的,他用自己的星光照亮了自己,也给了我们2023,画上了一个美好而温暖的句号。 可以说王一博赢麻了,三个舞台三种风格,温馨,热血,感动,一应俱全,全覆盖,不愧是你,王一博。 王一博与大老师合作的歌曲,永远唱不完的歌,让我们梦回天天兄弟。 歌词中,那句我会想你的,台上两人手拉手,台下汪寒看得感动落泪,戳中了不少人的心,被一个节目瞬间拉回昔日的天天兄弟的互动中。 一切都历历在母从脑中掠过。 没办法,这种场景的出现,就是主推一个情怀,自然很快就登上热搜,瞬间拉高收视率,代飞话题,汪寒哭了,大老师和王一博的歌戳中人心的话题,引爆了热搜。 值得让人沸腾和热血的就是王一博在央视中的表演,一首国风摇滚的龙族,气势磅礴,铿锵有力,给人一种力量和热血的感觉,很符合王一博的风格,这是我们阔别已久才看到的舞台,是属于王一博魅力呈现的舞台。 看他激情澎湃的现场,很有范地打着鼓,不愧是我们年轻一代人该有的风貌,青春有朝气,好喜欢这个舞台表演,龙年唱龙族,就是这么应景,就是这么热血沸腾。 真是忙不停,好多人都在两台之间穿梭着,看不完的王一博,惊喜一波接一波,有了温馨与感动,有了热血与激昂后,那么等待着就是属于王一博个人的表演。 与前面两个舞台表演不同,他们都适合做同一首歌,这次王一博旁观者首秀,是属于王一博的,这是他别剧一格的存在,是歌手与演员的结合,带来的是一台舞台剧的感觉。 这首歌带着摇滚曲风,却有很强的力量感,无论你经历过什么,都给人一股向上的力量,拉着你走出至暗时刻,迎接崭新的一天。 这个舞台表演,瞬间拉高了湖南卫视的收视率,直接登顶的同时,我们也看到了王一博的人气,正常被绿海萦绕,绿色照映着整片天空,现场的应援灯牌如同王一博的个人演唱会,难怪有人感叹,都是王一博粉丝。 这个舞台有种说不出的温暖,是王一博给自己交上的一份答卷,给自己演员和歌手身份定义,用舞台剧表演的方式呈现,很有很有画面感,造型也会相当突出,长款风衣搭配长发,一顶棒球帽,时尚又前卫,一剧愿所有人都是可爱的旁观者, 道出的是王一博心路历程的蜕变。别说王一博可以霸榜,众星云级的,玩的就是一个与众不同,人气高的艺人处处都有,玩出新花样,吸引大众眼球的节目,王一博你赢麻了。 我是小肥妖,吹捧王一博从不来须,新的一年,自然从夸赞开始,我们家的伯伯,就是这么优秀,没办法,夸不完,根本夸不完。 王一博的演唱会圆满落幕,成就了一场精彩绝伦的音乐盛宴,让我们在告别2023年之际,怀着满心的喜悦和感激。 这位天才艺人以其非凡的才华和独特的魅力征服了观众,不仅赢得了麻了的欢呼,还在旁观者心中登顶了收视榜。 演唱会的成功不仅仅体现在王一博个人的荣耀,更反映在旁观者们共同的认可与支持上。 正是在这三个舞台上,王一博展现出了三种独剧风格的表演,各具特色,引发了观众们的热烈讨论。 他的多才多艺和舞台魅力,使得整个演唱会成为了一场难以忘怀的艺术盛宴。 2023年,对于王一博来说无疑是充满了意外之喜。 他不仅仅是一位歌手,更是一个全方位的艺术家,用自己的星光点亮了整个音乐舞台。 他的演绎让人感受到音乐的力量,不仅仅是听觉上的震撼,更是一种心灵的共鸣。 观众们沉浸在他的音乐世界中,感受到了一份美好而温暖的情感。 王一博的表现不仅在音乐上取得了成功,更在娱乐圈引起了巨大的轰动。 他不仅仅是一位艺术家,更是一个激励人心的榜样,用自己的努力和才华证明了有梦想就要勇敢追求的价值观。 他的光芒不仅照亮了自己的道路,也为追逐梦想的人们提供了一盏前行的明灯。 随着演唱会的谢幕,我们也跟着2023年挥手告别,迎来崭新的2024年。 王一博的演唱会成为了这一年的一大亮点,为我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回忆。 期待在新的一年里,王一博能继续用他的音乐魅力,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与感动。 在这个新的开始,让我们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,一同迎接充满可能性的2024年。 。